认识植物感受大自然 在大金农场主人王国伟老师的带领下 造读淡然古道中段的暖暖段 学员们认识布道上的植物 与这片土地连结 摘下来大概这样的程度 然后放在水中清泡 大概清泡两天半到三天的时间 它里面的摄氏就跑出来 就释放出来 让摄氏跟石灰充分的结合以后 以石灰的重量把它拉下沉 认识大金后就要进行懒懒创作 聆听着溪水潺潺流动声 让心灵与大自然合而为一 在国家文化技艺库重要工艺师 王国伟老师的懒懒技巧分享下 学员们发挥创意 制作杂书衣 在榜布进懒后展开创作的那一瞬间 感受到大金蓝蓝的艺术魅力 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蛮有趣的 因为从一路深开始就是有一个步道 先从每一步跟植物的一个小认识 然后开始跟这个土地有一个亲近的感觉 好像在就是自然里面找到新的自然朋友一样 然后之后再来找做一个属于 专属于自己的一个小作品 对然后那种感觉有一种 很像是把三菱的记忆带回家的感觉 想要住在这里不要回美国了 就是光听就觉得实在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资源啊 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这场结合大自然美景与蓝蓝的创作 开启了与自然的对话 让大家与这片土地文化 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